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FROAD。 穆雷,能否在霍普金斯确阵期间,打出惊喜表现? 开了穆雷,亚利桑那红雀,如果用一个词,来形容穆雷,上都在季的表现,那无疑就是虎头蛇尾。 赛季开始时,带队打出一波7比0,成为当时,NFL里,唯一一支不败的球队。 但是,却在赛季的后把断掉了列子,最后七场比赛中,仅仅取得了2比5的诈记, 而其中,还包括了一场,面对童虚死敌公羊的季后赛惨败。 而在这场比赛中,穆雷在公羊的冲船下,表现得像一只无头苍蝇,不仅无法逃脱,甚至有些忌惮唐纳德。 而在场边,穆雷垂头脏气,似乎已经放弃了的表现,也让许多人,质疑他的领导力。 这个休赛期,穆雷,还深陷续约和交易的留言中,让许多人质疑他,还不够成熟。 在新赛季一时,他还将迎来头号外接手,德安德烈霍普金斯的进赛缺席,而穆雷在许多人眼中,都只是一个,靠着霍普金斯打球的四分位。 在这些外部因素下,穆雷迫切需要,在下赛季,证明自己。 来恩塔尼希尔,田纳西泰塔此外,泰塔的外接群,在这个休赛期,也迎来了大变动。 在选秀业,将球队头号外接手AJ布朗,交易到了老鹰,与老将狐狸奥琴斯,分到扬镳,迎来了新秀外接手特雷隆伯克斯,与公羊旧架,罗伯特伍兹。 在阵容变动的情况下,坦尼希尔需要正。 在阵容下,坦尼希尔。